段延庆是如何重振雄风的 你看那也 刀白凤有多努力就明白了 细看过《天龙八部》的读者会发现 这部武侠剧作有一个有情接孽 无人不冤的主线 的确 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 不管是正人君子还是反派角色 他们都逃脱不了有情接孽的命运 如果非要找一个有情接孽的代表人物 笔者认为 当属大理镇男王段正纯 段正纯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不断穿梭 游走在诸女之间 刀白凤是他的王妃 曼陀山庄的王夫人 丐帮帮主夫人康明 万劫谷谷主夫人甘宝宝 修罗道秦红棉 擅长易容术的阮心竹 都是段正纯的情人 更难能可贵的还在于 段正纯对这些女子都是一片真心 而这些女子甚至嫁给他人之后 仍对段正纯痴心不改 不过 正如《天龙八部》的书名一样 这一部武侠小说 充斥着大量佛家思想 而段正纯也遭遇了因果报应 原来段正纯一辈子都在沾花惹草 可他的亲生儿女都不在身边 唯一一个被段正纯捧在手心的段玉 却是刀白凤和段延庆所生 在天龙八部的末尾 刀白凤在临死之前 将自己和段延庆有染之势 公之于众 惊得段延庆和段正纯瞠目结舌 初读天龙八部的读者 也在这个时候恍然大悟 难怪段延庆能在短短的时间内 从一个等死的残疾人 蜕变为当世江湖的一流高手 段延庆本是大理国的太子 可王公发生了变故 在奸臣的迫害之下 段延庆只能杀出一条血路逃出大理 历经一番厮杀 段延庆虽然留得了一条性命 但却是面目被毁 双腿残废 就连喉咙也无法发出声来 哪知段延庆和刀白凤 在天龙寺外有了一段入睡情缘之后 竟盼若两人了起来 在历经数年的勤学苦练 段延庆练成了一身高深武功 他以仗带腿 用以赋予代替喉咙 就此躋身四大恶人之首 在江湖里做了不少为非作歹之事 在书中的末尾 段延庆和黑话后的慕容傅强强联手 二人逼得段正纯和重情人生不如死 就在段延庆机遇击杀段宇之时 刀白凤再也按捺不住 将多年前化身为白衣观音之士 合盘托出 经得段正纯好似五雷轰顶 待刀白凤说出真相之后 身为读者的我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刀白凤当年的确很努力 这才让段延庆重振雄风回归了自信 原来刀白凤身为大理国的王妃 是陪伴在段正纯身边最久的女子 她早在几年前就得知了段正纯处处留情 是一个见一个爱一个的花心男 出闻这个噩耗 刀白凤万念俱灰 她痛恨段正纯 恨她的花心 恨她的背叛 就在刀白凤玉姬无可发泄之时 她偶然在天龙寺附近 遇到了一个衣衫蓝绿 浑身是伤的男子 此人正是身受重伤的段延庆 此时的她双腿残废 满身毒疮 可在迷迷糊糊之间 段延庆竟看到了一位身穿白衣的女子 好似九天玄女下凡一般 朝自己缓缓走来 段延庆正惊乐之际 那位白衣仙女却宽衣解带 坐在了段延庆的身上 此时的段延庆正跌落于人生的最低谷 可谓是心灰意冷 丧失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然而刀白凤的头怀送抱 却让段延庆销魂十股 心神俱罪 夹只刀白凤一袭白衣 美得不可放物 二人又是在天龙寺外 菩提树下 因此段延庆坚信 自己必定感动了上天 这才得到了白衣观音的垂青 尽管刀白凤离去两久 段延庆的内心依旧无法平静 刀白凤就像是一道光 彻底照亮了段延庆的未来 至此段延庆发奋图强 苦练武功 最终从一个等死的废人 蜕变成了明洞江湖的四大恶人之首 初读天龙八部之时 我们还是懵懂的少年 根本无法理解 段延庆为何能重振雄风 直到我们走出校园 娶妻生子 方能明白 金庸的武侠小说 看似荒诞不惊 实则映射了现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着实妙不可言